四念处可以说是一种很复杂的修行法门 所谓的四念处就是身、受、心、法四种观想 四念处,社就是一二三色的社 念就是你的专注与力 那处就是一个地方、一个目标的意思 那十念处就是说 能够把你的专注与力可以几种的四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巴黎文也讲到说 Kaya Nupasana Kaya就是身 然后睡神念 还是我们一般都讲观身 那Vedana Nupasana 那这个观神、观手、观心、观法 这个四个部分 四念处 怎么叫说Kaya Nupasana 观身呢 我刚刚讲的这个 Bibosana常法就是观察在堂下发生的一切 那当下在你的身体上发生的事情 你统统要去观察觉知 这个观察的时候 我们当然用一个非常的各观的心来观察 不是基于主管的心来观察 也可以保持正念 正念就是保持一个当下的心 当下的事情就是要注意到当下 那它过了以后呢 不在于当下的 所以是过去的 身就是我们的身体 瘦是我们的身体 对外界种种接触刺激的感受 心是对于瘦所产生的反应 执着 发是身瘦心所产生的一切 十方新闻记者 莱依荣台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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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